今天选了一块鲸五花 咱们做一锅红烧肉 我做这版本是绝不仅有的 好 咱们这红烧肉得要刮毛 刮毛改刀 大家买这个肉的时候 一定要挑鲸五花 不鲸都不能要 红烧肉的块 标准一点 咱们肉切好了 准备焯水 咱们介绍一下香料 大料桂皮 香叶 这是不可少的 凉姜来一小块 白纸来一小块就够了 咱们这肉放上水之后 凉水下锅你就焯焯焯它去吧 水面宽一点 今天咱们来一个快速版 高压锅板的 咱们这个沫起来之后 您用这个蜜漏给它打掉 这个肉您知道焯多长时间吗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要焯15分钟 要持续不断地往外打这个 挑着的这个沫沫 您煮10分钟以后 要加9 加9还是去猪肉的这个异味 好 咱们15分钟 大家看锅里还有沫沫 非常干净 看着就特别透了呀 这时候起锅 这个汤就不要了啊 焯肉的这个 加油 一小勺 冰糖呢 咱们这个肉呢 再四斤吧 大半勺的冰糖 慢慢地用油炒 大家看这糖色了吗 一起泡 这糖色呢 基本上就行了 葱姜放进去 这个香料放进去 红烧肉 避着水啊 不能把水放进去 开大火炒它 炒到这个肉呢出油 这肉怎么出油啊 人家说 肉呢得让它炒抽味了 看看 这肉抽味了 该烹酒了 黄酒 这个绳呢 你就这儿两绳 肉 要怎么吃 烧着吃 要怎么炒 小火慢慢炒 您看着啊 这个酒 挥发的差不多了 加什么呀 加水 水要加70度的水啊 说完了就是热水 水跟肉一边平就行了 大火烧开 调味 盐 先来三勺 这个不能一次调到味啊 放到高压锅里 上气 15分钟 关火 再焖10分钟 OK 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时间到了 打开看一看啊 大家看了啊 这个肉 咱煸完了之后 看这边了吗 收回去了吧 是不是 这个肉现在是 最好的 这一步是很关键的啊 咱们要把肉脚 剪出来 料不要了 好 咱们这个肉汤 一样过一下锣啊 咱们这个肉呢 就算炖熟了 下一步干嘛 打油 您在收汁之前 要把这些油打出来啊 这一步是做红烧肉一个关键步骤 为什么您到饭店去吃 不油不腻 都在这一步呢 现在咱们 根据这个肉的颜色 加酱油和老抽 找一下吃 盐 盐口里够啊 刚才呢 咱们前期放的盐呢 放了三小勺 现在这时候咱们再加两小勺 跟一点糖 红烧肉不能吃出甜来 来点鸡粉 味精 这个呢 都是调和这个汤底的口味的 好嘞 大火的收汁 这是我们家中午 没吃完的 这个虾球 这时候就体现出 这个虾球的好处了 这个灰虾球 看这个汁 让它收到什么 有点粘稠感了 就行了 最后放拍蒜 齐活 可以出锅了 这个可是家里边的 私房菜 这个呢 就是快化了的这种感觉 到嘴里边呢 一定要入口即化 红烧肉的做法很多 但是说 能不能让您在家里边 做出口好吃来 这是很重要的 老冯的红烧肉 绝对是不一样的 好感谢啊 这种感觉 就是你一样的 我们下定的 这个感觉